我拿孕简单逼沈亿结婚时,陈丹青也一起来了。 她是偏中性长相,气质超凡出尘,看到单子,她整个人晃了凉晃。 她高学历,高情商,断是说不出类似,孩子什么时候都可以有,不要让孩子伴住你的人生那种话。 沈亿一脸扭曲,我明明做了错失,我挑眉附和。 你做错失的时候我也配合了,但是,你有点急,还是我提醒你,我说到这句的时候,陈丹青吸口气,别过了脸去。 沈亿也察觉了这点,她冷淡放下单子,灭碗,你到底想做什么? 我用中指敲着桌子,婚礼,我一个人走完了,代表我没想放弃你,你现在,回来我就原谅你,以后你还是我的好丈夫。 沈亿气笑了,她修长的五指拢着陈丹青的手,死死拽着不让她走,灭碗,你这样有意思。 我歪了歪头,凭什么没意思? 陈丹青从国外回来不过两个月,我查过了你们也没发生过关系,只是年少时的感情叫彼此冲动,你还干净着。 现在结束,对大家都好,损失也最小。冲动很容易,但冷静下来,谁适合结婚,你最清楚。 我拿起手机看了看,当年让你们分开的原因,没道理过了几年就解决了。 沈亿,我最后叫了一声她的名字,清清淡淡地看着她,回来吧。 孩子需要爸爸呀。高傲如陈丹青,这一刻终于受不了了。 她脸色扭曲,甩开沈亿的手,一脸恨意地看着我,你这么做,沈亿会永远恨你。 找一个不爱你的人在身边陪着对你有什么好处,她甚至都不会爱你的孩子。 是吗?我拿起手机站了起来,温柔看向沈亿。 双方家庭群里,我都发了单句,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怀孕了。 我和他们解释说,你初恋得了癌症你才逃婚的,想必他们能理解,你不用担心。 再接着,眼含笑意看向陈丹青。 她和我相爱多年,你不会觉得孩子是一起盖被子睡觉,就会有了。 什么爱而不得终身惩罚,小说看挺多。 沈亿,我和孩子,等你回家。 沈亿的手机从刚才就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。 在我离开咖啡厅之后,我听见沈亿狂躁到掀了刚刚谈话的那张桌子。 我的背挺的笔直,一步一步走得绝不后悔。 是,孩子和孕丹都是假的。 可我和沈亿认识十二载,恋爱七年,我的感情就这么挫付,他们一个个都得陪。 我去沈亿家里时,沈亿妈妈陪着孝福我,嘘寒问暖,专门问了孩子的情况。 沈亿被她后爸揪着出来,吼着她和我道歉。 我好整以侠,歪头看她。 和婉婉说,你错了。 以后一定好好过日子。 你瞪什么瞪。 她妈假装给了她一巴掌。 沈亿冷笑,灭婉,如你所愿。 她在父母咆哮声中奔出门,回头看我,婚后每一天,我都要你活在后悔里。 我在她父母看不到的角度开口,笑着低声对她说,彼此彼此。 沈亿愣住。 当晚,沈亿发了一条朋友圈,牵着陈丹青,搂着她,配慈人在哪儿,爱在哪儿。 我盯着那条动态半天,陈丹青回来的那天是我生日。 沈亿缺席了我的生日去接她,对我撒谎,她的朋友也配合着她撒谎。 真是可笑。 爱在哪儿,她人就在哪儿。 我应景地发了一张小妇的照片。 妈妈永远爱你,爸爸也是带你来这世间一趟的人,相信她也会爱你的。 沈亿底下的评论一开始还满是打趣和祝福。 紧接着,话风就变了。 踩着一条生命说爱,是人否。 胆大的朋友说了一句。 我含笑欣赏了半天,挂了好几个闺蜜的电话。 扶着额肩膀微颤,在抬头时面容已经平静,可是,深呼吸都在无法平复我此时的心情。 如果说沈亿早就不爱我,我虐晚不至于死皮赖脸。 可关键在于,陈丹青回来的前一晚,她还拥着我,嫌弃我忙婚礼,忽略她了。 她醉着,扯着领带,凑下来,不管我还在刷牙,就要吻我。 婚礼有我重要。 老婆,你好几天没疼我了,醉久了的沈亿是可爱的,除却有点牢道之外,不再有任何酒品差的行径,任我蹂躏。 前一秒,她非我不可。 后一秒,认清楚了自己的心意,她就将我踩在脚下。 手术都有个麻醉,沈亿却连个缓冲都不给我。 她或许自觉了解我,认定我会在认清之后快速决定,抽身走人。 哪怕恨她入骨,我都不会回头。 可我虐晚,怎么可能被人叼走一块心头肉就走? 更何况,我的宝贝不是没有来过。 只是她走的时候,沈亿压根不知道罢了。 领证那天,三个人去的民政局。 工作人员面色惊讶。 我是你的丈夫,但她是我的爱人。 沈亿冷笑着说,和陈丹青五指相扣。 为了她,我可以不做个人。 但婚后的每一天,你都给我好好受着。 我目光越过她,直接看向陈丹青。 好呀,你都不介意自己的爱人被人戳几两股说是个不要脸的贱人, 那我自然更不介意。 整个民政局的人都看着她。 我出门前还扭头朝沈亿一笑,老公,记得戴套,我怕脏。 陈丹青像是将什么东西给摔了,脸都气死了。 随后,沈亿一周没回来。 据说她和陈丹青一起出了差,朋友圈屏蔽了我,可陈丹青没屏蔽我。 他们一起去了乌镇,划船,拍照,看戏剧。 我拍了一张运简单发朋友圈,爸爸陪别的女人玩去了,别担心,你还有妈妈。 沈亿满身是伤得回家,该是我那个有公职在身的后公公打的。 你想要这个,我给你,灭碗。 她饿狼式地扑上来,拽开领带,将我压在身下。 我一下顶得她上不来气,捂着底下,蜷缩在了沙发边。 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,厌恶地拿纸巾丢在她身上,恶心道,说了我,怕,脏,了。 是听不懂人话吗? 沈亿的身体聚颤着僵住了,不可思议地抬起脸来看着我。 认识十二年,我从没这样侮辱过她。 我眼底的燕雾像是海水能将她淹没,物质将收拾了一半的婴儿衣服叠好。 随后冷眼看向她,说了婚后每一天都不让你好过了,你以为我还会忍你碰我? 给你好脸色。 呸,在这个家里,你是罪人,碰我。 你恶心谁呢? 沈亿僵了足足两分钟,直到我回房才清醒。 把我东西拿出来,你真以为我想睡你。 我不过想看你沉沦的傻样,她冷笑着掀我一步推开门,开灯拿枕头。 我抱着肩,靠在门上看她。 沈亿脸色僵了,房间里没她枕头。 婚房是我们一起布置的。 当初,我兴奋地接了她下班,蒙着她的眼,一脸期待和欢喜地给她看我布置的昏床。 很大的飘窗上,我铺了厚厚的羊绒毯,用处不言而喻。 沈亿当时一把将我抱进怀里,不知羞。 沈亿看着我早就将她东西清空地卧室,脸色彻底冷下来。 聂婉,既然你这么讨厌我,何必逼我结婚? 我将她赶了出去,在这之前我开了一点门缝,目光轻亮地凝视她,那你呢? 沈亿,既然不爱我,又何必婚礼前一天还装得像个人? 沈亿心虚,一瞬间竟然不敢对上我的眼,死死捏着拳往墙上砸了一下,去客房了。 次日一早,沈亿的妈妈陈女士上了门。 沈亿起床时,我正在和她妈妈聊天。 我怕你和小亿吵架,也怕你没人照顾,虽然月份还小,但现在环境不好,小孩出问题得多。 我觉得我早点来,比较好,沈亿大概明白了什么,含笑看着我。 让我一个人对付她妈,她压根不管。 我脱腮看了一会儿,笑着点头,好呀,妈,那我下班前告诉你我晚上想吃什么。 陈女士赶紧道,小亿要吃什么也和我说。 沈亿皱眉,我在她察觉到不对劲前先一步答应,是啊,不回家的话,至少告诉妈,别让妈白等你了。 沈女士忙拉着我,有我看着,她肯定回家。 沈亿脸拉了下来,她知道我不喜欢和婆婆同住,因为婚前是我说想要体验一下新婚小情侣的自由。 本来我们还因为这个争吵过,是我找她妈妈谈妥说等怀孕后就同住。 结果才结婚,她就打电话让她妈上门来隔应我,却没想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把自己套进去了。 小亿,你送婉婉,她可怀着孕。 车上,沈亿一句话不和我说,中途的时候她却转弯去了别的小区。 看见陈丹青从她名下的公寓里走出来时候,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。 陈丹青看到我却脸色变了,连保安和她打招呼说沈太太出门啊都没回应。 我笑出声,陈丹青咬了咬唇,上了后座。 我拉下车窗对保安小哥说,我才是结婚证上的沈太太,这位住在我们家房子里,不下载不让走,是我老公花大价钱买的,保安小哥吓猛了。 估计没见过把这种违法的事用自豪的语气说出来的人。 陈丹青气的五官在脸上乱飞。 保安善善笑着转过身,不出几秒就跑去跟看门的大爷八卦起来。 沈亿气地拍了一下方向盘,灭碗,青青不是用来给你侮辱的,有什么不满你冲我来。 陈丹青努力压下火器却压不住,我才刚回来,我的名声真的,沈亿愈发恼火,灭碗你给我滚下去。 你确定?我一脸气定神闲,支着头道。 公司股价是因为我帮你遮掩了,才没什么动荡。 沈亿,我还想和你好好过,否则我什么都不在意了,和你鱼死网破,你和你的白月光指不定几个月后就会吃康燕菜,要不你试试。 夫妻一场,利益捆绑在一起。 赚钱也许还需要花点心思,转移财产却需要点头脑,可让摩天大楼垮掉比这都容易。 沈亿听完,先是不可思议地震在那里,随后气得目自欲裂,纸洁都因为用力犯了白。 不久却还是黏了,我笑了,往后朝沈丹青看去,既然我老公还没有打算让公司倒闭,那就麻烦陈小姐下车吧。 我们还有正经事办。 沈丹青看我的眼神恨到了极致,却听不见沈亿的维护,只好下车。 车开走了,她脸色苍白地站在小区门口,被一群陈旗买菜的大妈指指点点的样子,真是好风景。 我罔顾旁边沈亿的山羽欲来,慵懒淡淡道,肚子疼,送我去医院。 云山妇产医院门口,沈亿的车缓缓停下,旁边有光闪烁了几下。 我往那边看了一眼,下车使手,悄悄放上了小腹。 沈亿,背叛的代价可不只是我对你的态度转变,你不舍得让陈丹青千夫所指,所以舍得伤害我,那我就更加没必要对你客气。 周末,沈亿照样早早出门,去干什么不言而喻,而且一脸嘲讽地看向我。 可惜,她回来后一脸颓败。 也是,和第三者出门被拍个正着,自己老婆却在医院保胎,导致公司陷入舆论,她可不闹心。 我在飘窗上看书时,听见了回来的沈亿和她妈妈的谈话。 快去求求婉婉,公司也是她的心血,加上她那么爱你,应该能答应。 沈亿愣了很久一会儿,嗯,她走进来,和我对视一眼,丢掉领带冷声命令,那个新闻你出面澄清一下。 或者,如果有人问起来,我翻过一页书,问,是说我刚怀孕,你就和女下属暧昧不清的新闻。 说我知道你俩是清白的,陈丹青其实是你干干净净招进来的高材生。 但是不是啊,她是见不得光的第三者,我惊讶道,你真想让我开记者会吗? 你不怕啊。 沈亿气的脸都发了白。 半晌,她却笑了,盯着我看了半天。 灭碗,是你说过没有爱的婚姻就像囚龙,你看看你的样子,真可谓自作自受。 她可能还在指望着我后悔吧,想用一点点损失就逼我后退。 我笑出来,又翻过一页书,可囚龙里又不是我一个。 我不舒服,我就叫你更不舒服。 你是乖一点别热我,还是继续把自己弄死,沈亿,随你啊。 我这条路走不通,沈亿自然会另外想法子。 她先安分了两天,随后突然说要带她妈妈和我一起爬山,泡温泉,吃日料,制造我们恩爱的舆论。 我也没矫情,直接答应了她,沈亿似乎有些意外,她可能觉得会费一番功夫的。 陈女士也不是没脑子的虫子狂魔,泡温泉时,笑着独自去了别的池子,故意留了空间给我们。 四周水汽阴晕。 其实陈丹青没回国之前,我和沈亿是一对很黏糊的爱侣,那方面也很合派。 我对性的接受程度很高,热情开放,所以此时池子里的氛围,在同时攻击着我俩某方面的记忆。 鬼使神差的,沈亿靠近过来。 哦不,她应该是要服软了。 果然,朝我身上撩了一些水后,她清了清嗓子,轻柔的嗓音里掺杂了一些冷冽和痛苦。 道,晚晚,轻轻回来之前,我真的以为自己够爱你了,可她回来,我才想起那些自己为爱疯狂的日子。 错过她,我就是错过了一辈子。 公司的股份可以分,你还年轻,没必要把不甘心耗在我身上。 她也知道我是不甘心。 那么,她和陈丹青在一起难道就是因为爱,不是因为她的不甘心吗? 她的不甘心,该由我和我的孩子买单吗? 她此时服软,一是向现实低头,二是想要分开时保持体面。 否则,她就会看到一个她从没看到过的,冷冰冰的我。 我不会让她的人生变成单选题。 她这么委屈求全就够了吗? 还不够。我还要让她变得更贪心,最好什么都想要。 我抹了一把眼睛,在她偷偷能看到的角度里,悄然红了眼眶。 沈亿皱眉,抓住了我。 我一个机灵,要挣脱,却已经挣不脱了。 我欲据还迎地挣扎了几下之后,被她强硬地在怀里转个了身,我假装浑身颤抖,含着泪在她下巴重重咬了一口。 沈亿,可你真的太混蛋了,说放手就放手,你的心不会痛的吗? 我极力抑制,眼泪却还是一点点充满眼眶。 我孽婉从来都倔强,高傲,不肯低头,我要让她知道,我一直心痛心软。 而这段时间的心狠,不过是我强装出来的。 再说了,不够爱就不是爱了吗? 我们不也好了那么多年。 沈亿,你再努力试试爱上我,你试试,沈亿。 我扑进她怀里,少见地哭泣撒娇,甚至多了一丝委屈带来的恐惧。 沈亿骤然将注。 在一起这么多年,即便我撒娇也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,我从未表现得如此软弱可气,即便我知道这样男人才会喜欢。 加上这些天的针锋相对,叫她难受,她此时简直惊喜又珍惜。 我被迫抬起头,她眼底翻卷起的,朝几乎要将我吞没。 沈亿眼神灰暗了一下,随后控制不住地覆下来。 一夜疯狂。 从这以后,沈亿开始当着我的面挂掉陈丹青的电话。 一开始犹豫纠结,到最后轻车熟路。 在陪我去医院的时候,晚上和我一起聊公司情况的时候,躲着她妈妈和我一起在房间偷偷亲热的时候。 第一次,看她挂断电话,我面露痛楚,却伪装坚强走开。 第二次,我沉默不语。 第三次,我突然扑在她怀里,嚎啕大哭。 我是要哭。 哭我们一路从校服到婚纱,我陪她走过失去恋人最痛苦的那几年,陪她创业。 从公司起步到上市,哭我在对手公司里辗转跳槽,摸爬滚打。 几次面临行业不良竞争的起诉,哭我父亲去世那些年里。 这个男人如何口口声声说要一辈子陪着我,弥补我失去了父爱的缺憾。 一次,疯狂过后,沈亿第一次用手悄悄扶上了我的小腹。 小馋猫,知道你嘴馋,但是小心一点吧,沈亿亲了亲我的嘴角,眸光闪动,这里有我们的孩子了,晚晚。 我看着她,突然掉下眼泪来。 本来,我确实是可以当作被狗咬了一口,潇洒走开的。 可她千不该万不该,伤了我的孩子。 我和沈亿高中毕业后,在大学碰到了陈丹青。 我是班里少见的富家女,无意和人攀比,陈丹青却总是有意无意下我的面子。 学校募捐我捐得多,她讽刺我花父母的钱冲大头,学习上我力争上游。 她一脸正气地质问你和贫困生争什么奖学金,他们连学都上不起。 一时叫所有人都忘了我拿的是奖学金而非助学金,出去露营我抱怨环境艰苦。 她嘲笑驱赶,这里不是你家,受不了就走。 真把我气走后,她又和沈亿装柔弱,算了,她是大小姐,我一条贱命。 没有吵你发脾气的资格,我去和她道歉,叫她回来吧。 所以,明明我什么都没做,却像欺负了她一样。 我和沈亿倾诉,沈亿不知是曾经接受过我父亲资助的原因,并不好意思顶撞我,只说别和她计较, 请请她走每一小步都很难,我替她和你道歉,请你让一让她好吗? 那一刻,我心头突然一阵刺痛,我喜欢沈亿,她耀眼,优秀,高三时她接受我家资助, 却也全力辅导我,才让我和她上了同一所大学。 最最重要的是,高三那年我突然发现了父亲出轨, 一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我,受到了不小的打击。 母亲常年不工作,被我旁敲侧击,也装聋作哑, 而父亲那样宠爱我,把我捧在手心,却照样做出了违背伦常的事情。 那段艰难的时刻,是沈亿陪在我身边。 我问过她对爱情的态度,她笑,无论旁人如何看待,坚定不移地爱她。 我不懂爱情,我只是,绝对舍不得背叛那个曾经真心爱过的人。 我就是那时起,开始对沈亿心动。 我也明白了,沈亿未必看不穿陈丹青的那些小心思和那些不该有的仇富心理。 可她,爱她。 而我,魏征,击败。 我压下了自己的那些心思,努力学习,丝毫不管沈亿和陈丹青暧昧了整整四年。 陈丹青像是吊着她似的,说自己一心向学,不想谈恋爱, 却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一切帮助。 大学末时,突然有传言说他们要分道扬镳了。 沈亿突然来找我,开口很艰难,却最终还是恳求我, 将国外交换生的名额让给陈丹青,而为此,她愿意和我在一起。 我很受打击。 沈亿,所以在你看来,陈丹青的未来比你们的爱情重要, 而我却可以为了你和你在一起,接受你提的这种条件。 而且,交换生不留下毒没有意义,你也知道她要出去多久, 你竟这么爱她,你要供着她。 沈亿面路难堪,晚晚,对不起,我心痛如脚, 却笑了,没事,国外我本就不想去,我要看着我家。 你供她吧,但是,我不会和你在一起。 这种被让出来的爱,我不稀罕,配不上我念碗。 沈亿面路不堪,却目光坚定,谢过我,给我写了欠条。 后来,她将所有能筹到的钱都给了陈丹青。 陈丹青去的第一年,却就了无音讯。 那一年毕业季,我忙着考研,不问世事。 我永远记得那天暴雨,我正在父亲给我买的小房子里被提, 门铃响时,我开门取外卖,却看见了门外拎着外卖, 高烧到快,昏厥过去的沈亿。 原来,她为了给陈丹青筹钱,借贷,透支工资, 还不上钱,只好送外卖做兼职。 她很窘迫,却死撑着,把东西给我,转身要进雨里。 我突然想起那一年她说,无论旁人如何看待,坚定不移地爱她。 我不懂爱情,我只是,绝对舍不得背叛那个曾经真心爱过的人。 我终归不忍心,扯住了她的衣角。 沈亿进门,烧得迷糊之间,也偷偷落了泪。 最痛苦的那段时间,我和沈亿在一起。 一年后,我父亲突然因为一场重疾去世,沈亿从外地赶回来, 在第三者上门前带我和我妈离开了那里。 我们感情愈发深了。 后来,陈女士在我母亲的介绍下,二婚嫁给了官职不低的沈亿的继父, 沈亿的家境也慢慢变得优渥。 我们俩联手创业,在家里给不了什么资源支持的情况下,吃苦,奋尽,拼搏。 我生日那天,沈亿突然向我示爱,要和我在一起。 我父亲刚去世不久,我不是很有自信地笑着,不用同情我,沈亿。 如果是因为我爸爸帮过你的话,就更没必要了。 他只是好心。 而我,不求你什么回报。 我红着眼拒绝。 沈亿那时,呆呆看了我好久,然后过来搂住我。 灭碗,我爱你。 陈丹青走了以后,我才看到你的存在,你的好,你的可爱,如果不爱的话,我怎么配不上这么好的你。 剩下的人生叫我我陪你一起走下去,好吗? 我哭出来,扑进他怀里。 我们轰轰烈烈地爱过。 又轰轰烈烈地失败又成功,从一众创业者中间杀出一条路。 我曾以为一路走来,我会事业爱情双丰收的。 直到陈丹青回来。 沈亿不知道,她去接陈丹青那天,我听见了她在厕所打的那个电话。 我才知道,青青这么努力都是为了我,这么多年,她真的很不容易,那念碗呢? 穿过门缝,我看到沈亿目光从浑浊到清明,气定神闲地用冲水声掩盖了自己的声音。 我现在没空想她,没了她爸之后,沈家,不会,她不会离开我的。 她舍不得,除了我,没人会爱她,这些年没有我,她什么都不是。 断断续续,虚虚实实,每一句都像是在朝我的心上开了一枪。 所以她以为,我也会和我妈一样,是会忍着疼,装聋作哑的。 她以为,无论怎样伤害我,都无所谓。 所以最后,我才活成了那个无论如何都舍不得背叛真心的人。 而背叛真心的人,要吞一万根银针。 陈丹青还是忍不住约了我见面。 在咖啡厅里,她打量了我一下,笑道,我还以为这么多年过去,要挖她会费点劲,没想到这么容易。 我无视她,优雅地喝咖啡。 肚子挺厉害,前两个月刚掉了一个,又怀一个,不是假的吧? 我笑了,温婉看向她,真假要紧吗? 留得住审议啊。 陈丹青眼皮一跳,最近是不是不好过啊? 她答应你的职位和项目也没给你,电话也不怎么接了。 她还要陪我去产检,我摸了摸肚子,看着她,陈丹青,偷偷摸摸地感觉如何。 我如果只去让位了,等过段时间,人们总会遗忘掉一些来龙去脉。 而像现在这样,她就会一辈子被钉在这个耻辱柱上。 陈丹青肉眼可见的恼火,却压下火来看了一眼窗外,突然道,你争不过我的,无论是学业还是沈亿。 你知道吗,聂丹,沈亿说她这么努力成为人上人,就是为了体验一下自己曾经最讨厌的妇人是什么样子的。 她觉得,不过如此,她和我是一类人,所以我招招手,她就能咬你一口。 聂丹,你信吗? 说完,她优雅一笑,在没有监控的角落里,将一杯滚烫的咖啡泼向了自己。 沈亿赶到,捧着陈丹青的脸,嘘寒问暖,后朝我发火,问我是不是恃宠而骄,骂我现在有的宠爱都是从陈丹青那里偷来的。 心中早有预料,所以我不心痛。 我震惊看着她,一脸心碎,想起身解释,却被沈亿一把推开,摔在椅子底下。 嗯,没流产。 还没到时候,突然从外面冲进来几个记者, 对着这里哗啦哗啦拍了起来。 第三者挑唆,原配被老公差点推倒险流产,这是我发给记者的标题。 沈亿,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了。 我在书房里查资料,听见脚步声,我忙躺在飘窗上,看窗外。 沈亿冷冽的声音从后传来,灭碗,说你飘你就真飘了。 我不过,看在孩子的面子上,不忍心冷落你,却变成你伤害轻轻的工具,你去和他道歉。 我忍着笑,把玩着毯子上的羊毛,抖着肩膀装哭。 沈亿愣住。 随后他道,晚上有个晚宴,你和我一起去解释。 所以,他又要和我秀恩爱,并且认为我早就已经非他不可,任凭他怎么欺辱,我我都只能忍耐。 他也享受我和陈丹青争夺他的感觉,享受我父亲的那种,欺你不敢反抗的感觉。 好,我好不容易憋出哭腔说道。 商业晚宴其实是一个新科技峰会的晚宴,业内资深的人物都齐聚一堂。 都是我和沈亿专业圈子里的人,隐约可见几个眼熟的导师和校友。 陈丹青受了点惊吓,此时规规矩矩跟在一个主管身边。 我和沈亿靠在一起,柔弱挽着他。 沈亿不禁有些飘飘然。 陈丹青靠近我,看一眼我的肚子,笑道,有孩子还是不被爱啊,那是不是我真弄掉了也没关系。 灭碗,扮演好你的角色,继续做一条听话的狗,说不定我会让沈亿施舍你一点同情。 我拿过了一杯酒。 陈丹青拧眉,似乎觉得哪里不对,又不敢去猜。 哦,那赌一把。 我眸光明亮看着他。 你怎么可能赢我? 陈丹青有些莫名其妙的慌,抬脚想走开,却突然被人堵住去路。 哎,这不是陈丹青吗? 高材生啊,现在是。 会场突然冲出来了一个人,看着他叫出来,我呀,你忘了我了吗? 当初你出国的RL让我给你免费代笔的,我发给你,你就把我拉黑了。 我想说我不要你钱的,我就是想帮你,你不至于这么卸磨杀驴。 像我这样的鱼,你养了几条啊? 陈丹青脸色黑了。 看起来半天他才想起这人是谁。 当年他出国的资料不太会弄,为了省中借费,找家里条件好,有经验的爱慕者帮他弄。 不料今天突然被人爆出来。 他温柔浅笑,你记错了吧? 没这回事,我都自己写的。 对方一拍脑门,你这么对我也正常,毕竟那时候还有更冤的,沈亿掏空全身家底,不惜去向聂晚借钱都要把你送出国外,结果你去了不到三个月就把人删了抛弃了,钱也没还。 跟他这么一比我,确实不冤。 专业圈子就这么大点,一下子好几个导师和同学都朝这边走过来,记者们也往这边靠。 陈丹青压下火气,我和沈总只是同学关系,同学关系给你凑二十三万。 我是他社友,看他毕业了还蹭了几个月宿舍,天天啃馒头送外卖,最后被宿管赶出来。 这你不知道吧?你还钱了吗?而且他和聂晚都在一起七年了,听说他结婚的时候,当初抛弃他的你还去抢婚了。 记者们赶紧问起旁边的人,一些知情的同学直接点了头,说有这么回事。 大学四年,沈亿对陈丹青如何是个人都看得到,圈子里的人也有一些参加了我们的婚礼。 陈丹青被围困,沈亿马上要去保护他。 我看着手机,轻声嘀咕了一句,股票损失了几千万,下午刚回暖了两个小时,沈亿将住。 一个记者皱眉问了句,陈小姐,如果是沈总当初微末之时还资助你,应该深爱你。 即便不是爱,就当他自己愿意,你一回来就破坏他家庭,这说得过去吗? 沈亿强势挤过去,举了举杯子,都是误会。 陈博士进入我们公司,算是技术入股,钱早就还了,晚晚可以证明的。 那沈太太,请问是这样吗? 记者问了一句,瞬间所有的人都看过来。 我愣了几秒,回身后七处笑着,嗓音沙哑,哦,还了呀,嗯,怎么算没有还呢? 四下一片哗然,沈亿头皮发麻,直接带我离开了。 进了车里,他要骂我,却看到我死死咬着嘴唇,眼睛里蓄满了强忍着不掉下来的眼泪。 他的火气被迫压了压,似乎才反应过来,其实是我受了委屈。 轻轻和我解释过,他刚出国,就被电信诈骗犯把那些钱都骗光了,又弄丢了手机。 学业压力大到不行,无言面对我,才一直没和我联系。 他一直深爱我,七年在外读博归来,真的很不容易。 回来后,他第一时间将技术成果给我们公司,就是因为他觉得最对不起我。 是吗?那沈亿,你最对不起谁呢? 所以晚晚,沈亿压着火气,似乎最后一次哄我一样,抓着我的手,你不要再闹了,接受他的存在,好吗? 真恶心。我装作柔弱,无声地将眼睛哭红了,我接受或者不接受,又有什么用呢? 我想反抗也是没用的,谁叫你爱他,我刚刚不情愿只是想到了那时候的你,没人知道你那时候有多痛苦。 沈亿,我只是在心疼你。 沈亿的眼神突然恍惚起来,他神色变得极其难堪。 从震惊,到疑惑,到最后愧疚不已。 他大概以为我想的都是我自己,却没想到我这么伤心痛苦。 为了公司的前程这么委屈求全,竟然都是因为爱他,心疼他。 我哭了一路,沈亿默默开车回家。 他将他妈妈安排回了继父那里,然后抱着我,深情地哄了我一夜。 半夜,我拥被坐起来。 手机进来一条消息。 灭碗,我是裴林。 裴林是我父亲好友裴叔叔的儿子。 距离那时他保送国外名校读直播,已经过去六年之久了。 我们小时候在一个院子里住过,裴林是公认的别人家的孩子。 想到这,我收回了心思,回复他,裴林哥,好久不见。 听说你带着国外团队回来的,我想找你谈谈合作。 伯父的事,节哀顺变。 他说,我愣住,半晌才回,过去很久了,但还是谢谢你。 有空过去看看伯母和你。 裴林回了一句。 对了,听说是你主动找的我。 是因为想了解我手里那个项目。 我听说过你和你老公的公司,资历勉强可以,我可以考虑。 总算说到了这里。 我顿时把悲伤情绪都收起来,起身,情绪平静地,一个字一个字地回复。 不。 我不是代表我和沈亿的公司,我是代表对手公司来OMAX来咨询的。 我是OMAX公司的合伙人之一。 裴林沉默了一会儿。 这人,性格向来很稳妥。 学生时代我们没什么交集,他总是在努力。 我总是在被父母骂要向他看齐。 而偶有交集时,他会和我说,热爱、能力、渴望是你做成一件事的基础。 而且,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,最好不要向任何人说你的意图。 这些年少时的话语,教会我良多。 他沉默太久了,我以为睡着前会得不他的回应。 可是,巧了,我也是OMAX的合伙人,严格来说是创始人。 我怎么不知道那个之前注资的人是你? 我也猛了。 真有这妖巧吗? 早在察觉到沈亿有二薪之后,我就开始留意市面上的初创公司。 OMAX的理念和团队我很认同,在圈子里问到招募信息,我就联系上负责人直接注资了。 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会是裴林创办的。 过了会儿,他问,你要和姓沈的分开。 我沉默看了眼他的措辞,一时没悔。 灭完。 这么多年来,我一心一意围着沈亿转,为了事业透支了自己的一切。 朋友闺蜜都很少得到和我社交的时间,我习惯了世界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沈亿。 就像沈亿说的,父亲的出轨叫我不再相信真爱,自信也受到了打击,因此我很依赖他。 小时候玩伴的一声呼唤,却突然弄得我晃了心神。 是啊,他欺负我。 欺负我早早没人护着了。 狗娘养的,我要弄死这个人渣。 裴林哥,你得帮帮我。 我气得裹着被子下床,咕咚咕咚,喝了一大杯水。 察觉自己都很久没这么情绪释放的时刻了。 裴林很久都没回复。 过了一会儿,我终于收到他的语音,你等我。 晚夜那件事后,陈丹青在公司的位置和工作没什么变化,只是私底下总被人议论。 尤其公司和我们领域的圈子里都在说他技术过硬,但人品不靠谱。 沈亿不知是因为对我愧疚,还是顾及公司影响,有意和他拉开距离,将他住的房子收回。 陈丹青大热天搬了家,隔得老远的,眼睛快要把我瞪出个窟窿。 沈亿回家开始频繁,要陪我去产检的时候,却被我拒绝。 你最近似乎事情很多,工作不都放下了吗? 还有什么事要出门? 沈亿一次傍晚回来,见我要出去,搂住我略带抱怨地问了一下。 有个比陈丹青带来的项目更好的项目,我摸了摸她的脸,我小时候的一个哥哥说给我做,我去争取一下。 她愣住,晚晚,有我在,你其实可以不这么辛苦。 我赚钱,就是为了你不辛苦,不吃苦,吃委屈。 我在心里骂完,顶着一张化了全装的脸,明艳动人地看着她,笑得甜美,可人家爱你。 沈亿就插拉着我,当场缠绵一次了。 她被我以会弄花,口红推开。 夜里,我和裴林面对面坐着,她阻止我喝酒,我一口干了。 呸,我才不会怀她的孩子,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 我喝得有点上头。 不知为什么,在这个总是气定神闲的男人面前,我有点守不住情绪。 你不会背叛我吧,裴林哥? 裴林盯着我深深看了一会儿,似乎在努力消化某些事,最后拿出了手机,既然你是认真的,那有个东西,给你看一下。 看完之后,我很惊讶。 裴林一边切着牛排,一边淡淡和我解释着国外的文化,一些留学生的现状。 尤其说起陈丹青的那个学校,比不上他所在的top3,但距离不远,一些留学生之间有很多不能明说的交集。 我看着那些视频笑了,这比我准备的还要劲爆。 那我们交换,裴林哥,合作愉快。 航门的社交圈里哪有单纯的帮助,都是互惠互利的交易。 这一点我知道,裴林哥更知道。 一周后,公司的重要项目审核时出了问题。 原因是核心技术与他人高度重合。 审议从外回来,就将陈丹青的团队拉进来痛批了一顿。 陈丹青据理力争,说不可能。 毕竟,他的毕业论文拿到了重点课题的扶持,引入国内后还轰动了好大一阵。 这天,我刚好来公司看审议。 做了他喜欢的蒜香小排,软糯的紫米粥,坐在办公室里,听他焦头烂额地打电话,和陈丹青吵架。 他一推开门,看到了坐在那里岁月静好的我。 我浅笑,不好意思打扰了,你如果忙完了吃点,我先走。 沈亿看着我,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。 他有些发抖,又突然抱住我。 晚晚,你会永远在我身边的,是不是? 我搂住他,轻描淡写地回应,嗯,是。 沈亿抱了我好久一会儿,才过去呼噜呼噜把饭吃了。 冷静下来说,项目的审核出了问题。 但是还有解释的机会,你也懂这些,那天一起过来听证会吧。 不过,轻轻应该没问题,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,我脱塞点头。 好啊,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,是裴林打来的。 这段时间除了工作,我们联系也挺多。 他发过来一张图片,国外也并非都是不好的。 你看一号公路,很适合自驾。 我记得你大学时候迷恋过一阵子赛车,后来怎么叫你你却都不肯来了。 似乎是因为你喜欢那个男孩觉得这就是富人的游戏。 现在,你应该还喜欢的吧? 忙完这阵子,我带你去这里。 图片上,夕阳下,溅在悬崖边上的公路开阔美丽,天色湛蓝。 世界确实那样美好。 沈亿突然凑过来搂住我,笑容有些紧张,问道,这段时间总是心不在焉的。 和谁联系这么紧密? 给我看看。 就是那位哥哥。 我故意歪头说道,拿给他看,挺优秀的,不过那时候因为你在,我都没留意他的存在。 沈亿将注,似乎觉得这话有些耳熟,心里应该浮起了一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不安全感。 宝宝最近怎么样? 不太好,可能因为情绪不太稳定。 我慵懒说道,不过,我会尽量注意。 嗯,我捏紧了手机,没让他抢过去看,拿起包,我走了。 捏完,我晚上开会不回来。 沈亿似乎是故意说了一句,盯着我的背影。 我也正好有事,我脚步变得急不可耐,却突然停下来笑着对他道,不着急,慢慢开。 当晚,沈亿十点左右突然回来了。 那时候裴林才走,刚好和沈亿撞个对脸。 我穿着性感,口红微花,气喘不定。 他问我,我心慌意乱地说是看到他回来,所以跑得着急。 沈亿生气,我也不理会。 聂婉,你这样心里没鬼吗? 当我是个傻子。 他瞪大眼睛咆哮。 我拢了一下头发,盯着他,沈亿,你什么意思? 我和裴林哥能有什么? 我那么信任你,我以为你也最相信我了。 沈亿突然瞪大了眼睛,似乎我说的什么话击碎了他的认知,他连连后退。 你,你是在报复我是不是? 灭婉,你不是和谁真有什么,你就是,他的眼里,居然也会出现伤心,震惊,恐惧,和为数不多的爱。 他说到这句不敢说了,他竟然不敢承认,我是装的。 行了,我直接不耐烦道,沈亿,你这样弄得婚姻像个监狱一样,大家都不自在。 他愣住,彻底傻了。 我眼神闪烁,上去哄他,再说,我怀着孕呢,能做出来什么? 女人愿意怀谁的孩子就是真的爱谁,这你总该信了吧。 沈亿不知过了多久才缓和过来,估计这段时间和陈丹青吵架让他很没安全感。 心中的白月光原来也不是自己认为的那个样子,最爱的东西被证明可能是一坨狗屎。 此时他想到我的重要和可贵了,而我给他的安全感就是太多了,才将他放任成这个样子。 听证会那天,我去了。 视频里,坐着海外高校的校委会和国内重点项目申报组成员,会议气氛很严肃。 陈丹青看我进来,一时气的气息不稳,可他仍旧自信。 直到裴林突然走进来,他才突然脸色发白,浑身开始如筛糠似的抖了起来。 那天我将陈丹青的博士毕业论文拿给裴林,被他发现他抄袭了他未发表的研究成果。 而这个研究成果被发给过国外很有威望的一个专家,时间比陈丹青的草稿时间还要早上很多。 本来仅仅是一个项目审核的事,如今却被证实严重学术不断。 陈丹青学位都要被取消,投入进去的资金成了泡影。 一片哗然过后,大厅里的气氛仿佛炎炎夏日的太阳被丢进了冰桶,所有利益相关的人都被震了一个透心凉。 陈丹青头一次失控了,大声用英语反击,但已经没用了。 裴林起身,表示他会在国内同时起诉陈丹青。 沈亿将坐在那里,看着陈丹青上前和裴林撒泼胡闹,呆滞得像个傻子。 裴林要走,我也要跟着走。 沈亿突然抓住我的手,眼睛很红,沙哑问道,婉婉,你要去哪儿? 我还没回答。 突然,眼前的屏幕按了下去,又亮起来。 画面晃动起来,晃得人想吐,在炫目的灯光里面,隐约可以看到涂着大红唇,穿着大红吊带裙的陈丹青,叼着烟骂着脏话,同时躺在两个年龄差很大的男人身上。 不是说来我公寓做研究? 这研究做得哈哈哈哈,一个男生一边动作,一边瞎说。 陈丹青媚眼如丝,你,说了研究组那个职务给我做的,不准反悔。 还有,老师,我有个做不出来的数据,你去给人家做一个吗? 所有人愣了几秒。 直到陈丹青反应过来,私生大喊着叫人关了这东西,气得字不成句,口口声声说这是污蔑。 直到他被电线绊倒,才想起来去拔电线。 别人的反应我倒是没看,但是沈亿疯了。 他突然放开我的手,冲过去揪住陈丹青的领口,破声咆哮,这就是你说的辛苦。 这么辛苦,是吗? 沈亿,你听我解释,我刚毕业在公司工作完,求主管把工资透支给我,给你打过去。 我送外卖送碗了,被人把漏掉的汤从头上撒下去,陈丹青,你和我说你太辛苦了,联系不上我。 你被骗了?你这是被谁骗了?我为你放弃了灭碗。你都做了什么? 一片混乱里,裴林走到我跟前,不动声色挡在我面前,以免殃及吃鱼。 我笑着看他,让一让吗?狗咬狗,太好看了,我等很久了。 我的动静惊动了这两个人。 陈丹青在巨大的震惊下看着裴林看看我,反应了过来。 他扑过来要打我。 我面色坦然,拿开包,把龙起的肚子对准了他。 他明知道那是假的,还是恨极了,朝我打了过去。 在沈亿的咆哮声里,我疼得眉心都皱在一起,倒了下去。 身下的红,慢慢扑开来,就像一张血淋淋的网,把它彻底困在了里面。 我等这一刻很久了。 我看见沈亿担心的眼神,愧疚,悔恨,爱,一股脑地出现在他的眼睛里,他甚至哭了,抱着我疯狂往外跑。 如果几个月前,我看到他这样的眼神,说不定会真的放过他们,和他一别两宽。 现在,谁都别想跑脱了。 陈丹青拽住他,不让他过去,疯狂地喊,是假的。 他的孩子几个月前就掉了,沈亿,他压根没怀孕。 他骗你的。 沈亿疯狂地身影僵在了那里,什么孩子? 什么掉了? 陈丹青被刺激糊涂了,气得大叫着揭穿我,他早就怀过孩子,已经掉了。 就在你接我那天。 沈亿,他从那时起都是装的呀。 沈亿是在陈丹青回来一个多月以前,开始不对劲的。 他以为自己瞒得很好,实际上,陈丹青早就开始在朋友圈写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。 我要回来了,听说你们要结婚了,偷来的东西该还了呀,灭碗。 他甚至特意担了我,发一句彻一句。 你今天生日? 沈亿没来吧,他帮我去送申请资料了,和我说忙了一天,还要我亲亲。 婚纱选好了,我帮沈亿选的,和她的白西装一点都不配,她还是同意了。 你怀孕了? 我和沈亿说未婚先孕的女孩子很贱的,她还说是,就像孽婉一样,年人倒甚至想未婚先孕,太掉价了。 我那时情到深处,和她讨论将来小孩的性别和名字,没想到被她当贬低的笑料讲给别人听。 付出太多,我太不舍了,试图挽回过一些什么。 我没告诉沈亿怀孕的事,只说希望她多陪我。 陈丹青回来那天,我听到了她的话,最后一次挽留她,不要出门,而且我肚子开始痛。 她撒了谎说去找同学,还是走了。 她的备用手机留在家里。 回来吧,青青,我还是爱你,我们在一起。 放心,我和聂婉很好断,为了不让她怀孕,我已经把她的维生素换成你说的那款100%疗效的避孕药了,不会有问题。 我的孩子没了。 震惊之余,我回忆里只剩下当时肚子里的私痛,和被最爱的人背叛的滋味。 我后来借口那个维生素有副作用,不再吃。 即便医生后来告诉我,我那一胎因为当时的情绪和身体问题,其实不算很好,即便不吃避孕药,生化的可能性也很大。 可从那天起,我的心还是死了。 我的抱负是从那天开始的。 沈亿。 我呆呆地坐着,看着沈亿跑过来问我,是不是真的。 如果她给我的药是真的,那,那岂不是,我,她不敢说了,整个人抖得不成样子。 晚晚,晚晚,在她看来,因为她,我没了两个孩子,两个都是因为陈丹青。 陈丹青冲过来,装什么? 你就是抱负我弄掉了你第一个孽种,未婚先孕,沈亿,你不也说了,那是她不要脸吗? 你不就想看她跌落神坛? 而这个绝对是假的,你相信我,你每次都信,响亮的耳光声如约响起。 陈丹青一脸不敢置信,瞪圆了眼睛看着沈亿,她从未有一次,在我和她之间,偏向我孽婉。 我躲在沈亿后面,朝陈丹青一个字一个字的无声笑着吐着,我赢了。 陈丹青愣了一下之后,尖叫声撕破屋顶。 沈亿舔她太久,她绝对无法想象她的责怪和厌恶。 沈亿报警后就一直搂着我,手臂发颤,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 她就像个幽魂一样一直跟着我,像佛前忏悔的信徒,低着头,看我都不敢。 医院里,我睡饱后醒来,我一动手指,突然旁边的男人就醒了。 晚晚,屋里太黑,沈亿看不清我,只能抓紧我的手指,比任何时候都要紧。 嗓子憋得发紧的颤声吐字。 月光下她的眼睛黑亮而饱含痛楚,是我错了,我们重新开始。 晚晚,你原谅我。 沈亿的声音像浸透了眼泪的海绵。 这是头一次,家境好起来之后的沈亿,像过去一样带着仇富心里怨恨我的沈亿,对我第三下四的吐露真情。 是开始觉得,我的爱其实才是最可贵的了吗? 我抽回手,接了裴林的一个电话。 而后挂了电话,我冷下声音对她说,情绪再崩溃也该先顾正事,比如项目黄了,投资泡汤,股价狂跌,而你估计卖了自己卖了父母,都收拾不了这样的烂摊子。 沈亿迷茫地看着我,体会着我真真切切的冷漠和仇恨,黑暗里真能看到她眼泪流下来。 我拍了拍她的脸,沈亿,把公司卖给Omax,我劝裴林哥给你一个好价格,不至于饿死。 再有,我的声音更不屑了,也更冷若冰霜,去把离婚协议签了吧。 沈亿应该察觉到我是报复了,她应该知道我早就发现了她的那些小心思。 只是此时此刻,她被伤得太深,太痛了,她才不愿意相信。 晚晚,我知道你恨我,我给你道歉,你打我好吗? 沈亿哭着笑着,将我的手放在她脸上,吓得浑身哆嗦,像是要是去什么最珍贵的东西,给我一刀,行吗? 我去你爸爸墓前跪着,跪到你原谅我为止。 你不要开玩笑,你是爱我的,可当初是你求着我离开。 晚晚,我错了,是我不知道珍惜,你确实没珍惜,我没那么多时间休息。 想起还有事业上的一场硬仗要打,索性起身收拾起了东西,回头看她,我也有错。 沈亿,我该在遇到你的第一时间,就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,有什么样的心,你确实和陈丹青相配,也只有她那样的人配你。 失去孩子以来,我所有的爱都是装的。 她的脸一点点灰败下去,怅然若失。 她早就真失去我了,我早就不爱你了。 沈亿,说完这一句,我离开。 抽走了沈亿最后一丝魂。 我带着裴林的团队来公司谈判的时候,公司一大堆人来看。 他们都知道,即便婚姻关系还在维系着,我还是背叛了他们的沈总。 可没任何人说我的不是。 跟过我的助理,给我拉开椅子,放上我喜欢喝的茶。 你看,旁人都懂得感恩,懂得辨别是非对错。 偏偏最爱最在乎的不懂。 沈亿状态不是很好,个人形象都大打折扣。 她苦笑坐下来,问,你和我还是夫妻? 你从我手里买公司,不还是我的? 我拿出文件,我拿的是婚前的财产入股的OMAX,用我妈的身份操作,我只是背后的人。 什么时候? 沈亿愣住。 你说没空陪我过生日,去给陈丹青送申报材料那天。 我意外记得那天,也感恩自己有个很好的脑子,无论爱与不爱,情绪如何,她都在理智地运转。 沈亿不肯签,同样不肯签的还有离婚协议。 无所谓,我和裴林有的是时间跟她好。 沈亿妈妈不出所料来找我。 那天我收拾东西搬家,沈亿刚好回来,陈女士劝不动我,将火气都撒在了儿子身上。 我早说过她爸爸犯过罪,即便家里有钱,我也不会叫你和她在一起。 当时你被她迷得五迷三道,你以为她只从你身上骗了钱。 她还从我身上刮了钱,说再也不会联系你。 她毕业了,看你家境好了,又来找你。 你是猪脑子吗? 晚晚是哪里对不起你? 你对得起你孽叔叔吗? 高三那年,她孤儿寡母,无权无视,受资助都排不上号。 是我看到了她的存在。 但也许,沈亿因为太过在意自己身上的贫穷,所以跟着厌恶陪她走过那么多狼狈时刻的我。 沈亿最后一次挽留我,晚晚,别走,这里是你家。 我也曾把她当作家。 我扭头看了一眼,我曾经期待我肚子里那个小生命在这里诞生,慢慢成长起来,见证我们的爱情,开花结果。 我梦醒人散。祝贺你,沈亿,你一语成衬,终得所愿。 婚后每一天,我确实都活在后悔里。 不过现在,我终于不用再后悔了。 我出门后开车较快,回到新家后,听说回来的路段上出了一场比较惨烈的车祸。 而我忙着别的事,没注意听。 接盘一家即将破产的公司不是闹着玩的。 我没空知道沈亿的下场如何。 我和沈亿原来的公司,从被看好成为下一年的企业新秀,到高楼一般轻踏。 我心情自然受到影响,却也慢慢在忙碌里得到了风影。 而裴林,热爱稿研究多过于热爱稿前,每几个月又跑国外去了。 每次和我通话,都一边和我炫耀她的研究成果,一边懒懒地叫我别那么辛苦,注意休息。 我忍不住骂她甩手掌柜。 那天,夕阳已下,我喝了第三杯咖啡。 研究结果很好,拿到第二阶段数据我马上回去帮你,辛苦了。 来一号公路看看吗? 灭碗,就这两天,我等你。 裴林的声音有条不紊地从那端传来,带着一丝与往日不同的,试探的意味。 像带着温度的熨斗将我内心的担忧焦虑,一点点抚平。 我愣住了。 同一时间,我突然看到了新闻里说某官员在某次清扫活动中不幸落马,性质还挺严重,下场不会很好。 某破产公司的总裁出了车祸,别的地方没伤到,却伤到了命根,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孩子。 而在交接完公司后,他莫名其妙送起了外卖,还总在暴雨的夜晚,在一个独栋别墅的门口站着,里面的人却从来没有出来过。 我看着这些,发现自己心头最后一丝不甘也慢慢消失殆尽。 我突然笑出来,我真挺忙的,可也突然觉得,似乎是时候应该,给人生另外一种可能了。 我要一辆红色的跑车,陪林哥。 我一个人看,全文完。 我一个人看,全文完。 让回留下来人对比赛。 我们下对比赛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